這一次呢是要跟華航的腳步一起去西雅圖 華航呢他們是2004年到2008年的時候 有飛過西雅圖 但是之後就沒有 對 那這一次呢就是又重開了台北到西雅圖的直飛航線 哇 超載 等等呢就要開箱給大家 去西雅圖之前搭華航的體驗是什麼 我以為它的牛肉麵是很大碗的 它我剛剛就是有點不太乾淨 那大碗我就吃不完 牛肉真的很軟 不可能那麼驚訝吧 羊肉好好吃喔 我們是吃過豬肉跟牛肉 牛肉比較好吃 牛肉真的很好吃 牛肉真的很軟 去城的時候可以先做商場 然後我先做好勤艙 所以我們要各自來體驗一下 設施還有餐點到底有什麼樣的 OK 那我們Let's go GO 登機登機 哈囉歡迎 开箱豪金仓最前排 角的空间很大 改版的旅行包 里头有结牙套组 眼罩耳塞 还有护肤乳液护唇膏 当然不能错误的重头戏是 悲鸡餐 豪金仓的悲鸡餐有三样可以选 而我选了米其林三星 移工的私房雪菜 鸭丝爆米粉左虾球 米粉很耍脆 不会太咸 虾子也很肥美 吃起来不肝也不粉 刷牧草 那我开箱 给大家讲 那这个空间真的是完全可以躺 那是不是有点太想通了 那我可能就拍到这边 就先拜拜 哈哈哈哈 不可能 太舒服了 太舒服 可是跟星宇比较不同 就是因为星宇他有意思 有意思是可以全关的 他的引力性会比较好 有刷一个香蒜面包 不过是香蒜面包 不过是香蒜面包 好的 没错 放来你过得蛮爽 赞 赞 商务仓主菜有中式西式可以选 除了美国香蒜非利牛 还有米其林三星移工的四头豹爬捞面 另外也有法式游风压腿和蔬食 说到台北飞西雅图航线华航是睽违了16年后复航 另外除了长期经营北美线的长荣 未来星宇也会接续开航 甚至连达美航空也复飞 以后要到西雅图选择更多了 HAPPEN 本来就是刚刚我的过完的时候 要压指纹嘛 然后先压右手 然后大拇指 再压左手 然后 他就一直感应不到我的手指 然后我就这样放着 然后就说RELAX RELAX 然后我就这样放着 然后就这样 RELAX 还被打我的手 我想说是什么意思 我又没有很紧绷 是你的机器问题 不是被问很久吗 然后我都问你啊 问我要干嘛 我跟你说我10秒就过了 不可能 我10秒就过了 至少在那边至少3分钟 还被打手 还被打我一顿 这次住的饭店是离西雅图 不到两公里路程的万豪酒店 2019年刚完成整修 不过跟我们在台湾住的 好像风格有点不太一样 有灯哦 这个灯在哪儿 这个灯 哈喽 哈喽 就这样吗 对耶 因为它这边没有灯啊 对耶 那其实蛮漂亮的啊 开完灯之后好像蛮漂亮 对啊 我觉得床很大耶 嗯 蛮有质感的 赞 看看有没有浴缸 没有 一定有 不行耶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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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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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的温差可以这么大 真的是太久了 没有 现在16度 现在16度 那折腾了一整天之后呢 我们就去附近的Seven 因为附近也没有任何的东西 就想说买个宵夜吃 所以就买了这个 辣鸡腿跟辣鸡翅 汉堡 汉堡 好的 然后 早点睡 明天6点要起床 那西雅图 下期见 拜拜